五年来啊 这个最早的一次玉山下雪了 最新的状况连线记者许富 好的那么玉山呢 是在昨天就降下了 今年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雪 地上的积雪呢 是有到4.5公分那么厚 最主要是因为气温低 再加上水气非常充足的原因 那么根据统计呢 从96年到99年的降雪 都是在12月之后 今年呢也是五年来最早的一次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预报员的访问 昨天傍晚到晚上这段期间 玉山的温度大约都在零度左右 所以温度跟水机条件 配合的刚好就开始下雪了 大概过去十年的资料显示 玉山开始露宿之后 开始下雪的时间 通常是11月下旬之后 到12月这段期间都有机会 另外至于今天各地的低温呢 大约是在19到20度之间 那么高温的部分呢 北部宜朗花莲是在25度 那么中南部及台东是27度 早晚都是偏凉 不过未来几天呢 天气虽然变化不大 不过在12月1号开始呢 因为东北季风会再增强 降雨几率会再增高 气温也会明显下滑 民众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期待雨具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棚内 好五年来最早的一次啊 玉山降雪了 而且其他地区呢 其实气温下周 还是还会持续的下降 好 好 好